欢迎大家来到云课堂 我和Kitty一起给大家带来今天的内容 大家好,我是广东分公司Kitty 今天我来到云课堂 也带来了会员们的一些困惑来这里请教 很多会员会询问不清楚自己的皮肤类型 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洁面产品 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如何辨别自己的肌肤类型 如何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洁面产品 好的 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自己的皮肤类型 皮肤类型一般分为四类 中性肌肤、干性、油性、混合性这四类 那么中性肌肤是标准的理想型肌肤 它的特征大家听好了 毛孔系 然后皮肤还很细腻有光泽 水油平衡弹性好 哇,听起来简直就是完美型的肌肤啊 但是由于年龄的增长和外界接触的越来越多 那中性肌肤就几乎是越来越少 几近消失 所以中性肌肤一般会出现在小朋友的这个身上 哦,原来中性肌肤就成了成年人的理想型肌肤了 对,没错 那我们再来说说干性肌肤吧 嗯 干性肌肤的特征同样也是毛孔小 就是小的让人羡慕的那种 尤其是油性肌肤非常的羡慕哈 它油脂呢分泌又少 洁面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些紧绷感和干燥 尤其是在换季的时候会出现褪皮的现象 还容易出现干纹和细纹 哦,听你这样一说啊 我知道了这两种肌肤类型啊都是毛孔细小 对 最大的区别就是中性肌肤是水油平衡 而干性肌肤呢又缺水又少油 真是,没错 那这个话题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啊 我觉得以后我们再找一个专门去解释 为什么干性肌肤是又缺水来又缺油 那以后再说 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的去了解一下 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 那油性肌肤的特征呢跟干性肌肤正好相反 它的毛孔是粗大的 肤色还容易会暗,暗沉 皮肤的纹理又非常的粗糙 面部经常会泛油光 化了妆以后很容易就脱妆 所以早上呢 化了一个精致的美美的妆容 还没有到单位 它就已经成烟熏妆了 对对对,就满面油光 经常需要补补妆的 对,但是呢 它们确实有一个优点 就是不容易产生皱纹 哦,干性肌肤应该很羡慕 不缺少油脂的滋润 所以不容易出现干纹和细纹 没错 好,那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混合性肌肤 因为大部分的亚洲人啊 都属于这一肌肤类型 这一肌肤类型呢 又比较复杂 有混合性偏油的 还有混合性偏干的 听起来不难理解 一个是偏油性肌肤 一个是偏干性肌肤 对,没错 那我们用一张图吧 来说明一下会比较清晰的明白 好,我这里呢 提前给大家画了一张小人图 大家也可以从镜头面前可以看到 我们说的混合性肌肤啊 就是指T蛆油,U蛆肝 那么T蛆是指哪里呢 T蛆就是指额头,鼻翼,还有口周 包括这个下巴 那混合性肌肤 就是指这T蛆呢 毛孔粗大 有这个油性肌肤的特征 有爱出油啊 还容易长痘痘啊 但是剩下的这个U蛆啊 就是两颊 毛孔又较小 亦产生肝纹和细纹 就具备了这种肝性肌肤的特征 所以它叫混合性肌肤 这里集结了肝性肌肤的特征 T字部位呢 集结了油性肌肤的特征 对,那混合性偏干呢 就是指T蛆呢 统治范围比较小 它的面积呢 就是大面积都是肝 小面积油 所以这是混合性偏干 那混合性偏油就相反了 就是这个T蛆的面积会更大 就是鼻翼两边啊 这些面积很大 U蛆呢 干燥地区呢 又比较小 听了阿里塔的分析啊 基本我们可以对自己的皮肤类型 对好入座了 而且啊 我也要提醒大家 肌肤类型 可不是一成不变的哦 对 它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所以呢 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肌肤需求 来选择适合的产品 那么接下来问题来了 我们该如何选择截面产品呢 好的 那我们今天呢 当然也给大家展示了我们爱多美的截面产品 那我们就一起来说说看 用用看 我们该去如何选择适合你的产品 首先呢 无论你是什么肌肤类型 只要是你涂这个防晒霜啊 或者是画彩妆啊 比比霜啊 隔离霜啊这些 对对对 这都算彩妆 你就需要深层清洁 所以我们就要选择这款 爱多美截面系列的卸妆乳 来进行卸妆清洁 嗯 这个都有什么成分呢 嗯 它的成分呢 还有人参提取物 还有银杏液提取物 它可以赋予我们这种疲惫 暗雅的肌肤与活力 还有呢 就是胡萝卜提取物 就是我们吃的那个胡萝卜 胡萝卜提取物 它可以给我们提供营养和柔软感 当然还有可以清洁和亮泽肌肤的成分 那我就不一一说明了 因为太多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看一看 它的质地 好啊 嗯 我们让Kitty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来 它挤出来呢 给大家可以看一下 给镜头 可以看到 它挤出来是让白色膏状的膏体 就像牙膏一样 嗯 然后通过按摩 然后你在这个干燥的肌肤进行画圈按摩 遇到温度之后 它就可以慢慢的转化 我们可以让这个Kitty来试一下 它现在呢 正在给自己画圈圈按摩 对 它已经变成半透明状了 给大家看一眼 钢琼琼白色的这种膏状的变成半透明状 一会儿啊 你继续在这个按摩 它就变成这种油状 那变成油状以后 你就更好的可以油溶解于油溶解脸上的这个彩妆 对 还有就是油脂 你刚才说的没错 嗯 哦 所以 来 所以啊 卸妆是清洁的第一步 对 我们可以给镜头看一眼 现在已经变成了透明的这个透明状了 刚才还是白色 然后半透明 然后现在变成全透明了 油状 好 那我们清洁完之后呢 记得呢 用餐巾纸在我们的这个手上啊 擦掉 轻轻的擦拭 一定要记得有个这个擦拭的动作 擦拭了之后呢 再用其他的洁面产品 结合其他洁面产品 用温水清洁就可以了 这就是卸妆 卸妆是我们清洁的第一步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选择洁面产品了 那一个呢 是我们的护肤洗面乳 另外是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 是我们的温和洁面慕丝 护肤洗面乳呢 挤出来的也是膏状 需要加水 刚才那时候不加水 需要加水 在手中打出绵密的泡沫 再来清洁面部 那我们先一起来 让我们的KT来试用一下 我们首先拿出这个 我们的护肤洗面乳来 KT 手清 给大家看一眼 好我们挤出来的膏体 就像牙膏一样 是白色的膏体 那么现在那个KT呢 加上水 我们来一起来 在做洗脸前的一个准备 可以打出丰富的泡沫 就像正常洗脸一样 哇 泡沫已经出来了 是不是泡沫产生也是非常快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吧 嗯 你看是表面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 有这个细节 就是KT的手指这块 是非常细腻的 小小的那种泡沫 对它弹性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它的清洁力度 相对于其他的这个产品来讲 洁面慕斯啊 清洁力度都会大于这些产品 所以更适合这种油性肌肤啊 或者是偏油的这种混合性肌肌类型 真的非常的顺滑 嗯 对 离得近啊 我们是可以看得到 它那个泡沫非常的细滑 而且我闻到了淡淡的香味 嗯 对对对 或者是如果你需要做这个 深层清洁的这个肌肤状况的时候 比如说上了个大浓妆 我用了卸妆乳之后 那我还可以用它来做一些 深层的清洁 可以让清洁更加的彻底 那它最大的特点就是 泡沫非常的细密 嗯 所以高密度的泡沫 所以你可以离着镜头近呢 你就可以看到是高密度的泡沫 可以帮助我们去除毛孔当中的 油脂的残留 也可以让肌肤变得更加的清爽干净 这款洗面乳一次用量要多少呢 那这款洗面乳呢 它的用量是特别的省 日常清洁 我几乎是用一个小指甲盖 那么大的一段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喜欢清洁力度更大一点的话 你可以用刚才挤出来的一厘米一段 就足够你彻底清洁了 那清洁力度大的产品 用后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清洁力度大的产品就意味着 它能够带走你污垢的同时 也带走了脸部上水分啊 油脂啊 所以清洁完面部以后 你会不会有一种紧绷干涩的感觉 不过油性肌肤 你千万不要贪图这一味的清爽 要立刻马上的去补充化妆水 让干渴的肌肤喝上水 缓解这种干燥 我们先请Kitty呢 去清洁一下手部 接下来再讲另外一款产品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介绍最后一款洁面慕斯 那这款产品呢 是弱酸性保湿温和洁面产品 弱酸性的洁面产品啊 清洁力度比之前的洁面产品要小 但更温和 对 而且加上它独特的这个配方 加上独特的装置 直接按压泵 就可以产生非常绵密的泡沫 洗完面部啊 应该不紧绷 没有特别干燥的感觉 更适合干性肌肤和较弱肌肤 没错 这款产品在韩国也获得了 法国有级认证的 艾厚色认证的产品 那温和洁面慕斯的成分 对胶弱肌肤也是非常非常的友好的 含有金铝莓花水 金铝莓是经典的舒缓肌肤成分哦 对 还含有葡萄柚萃取物 可以深层的清洁净化 调理水油平衡 还有绿茶叶水 能够清洁多余的油脂 收敛我们的毛孔 那这一个一次用量多少呢 这个呢也是要根据自己的清洁的需求 可以取一到两泵 我们一起来试试看 好啊 来 我还是请我们的Kitty 来 我们直接按压哦 取一泵 哇一泵就这么多 然后如果你希望清洁力度更强一点呢 我们就再来一泵 哇 看起来有云朵一样的感觉哦 而且它直接就成了这个泡沫状 不需要你再去揉搓 去拍打 然后它的泡沫你看 可以拿起来的 还是弹性非常好的这个泡沫 最喜欢的蓬松 对 很蓬松 很像棉花一样 所以你在清洁面部的时候 你只需要这个温水 然后结合这个按摩打圈 用温水清洁干净即可 天然温和的成分呢 全家都能够放心使用 哇 好了 那今天呢 我们就到这里了 大家对洁面产品的选择呢 应该是有心中有数了 记住 没有绝对的皮肤类型 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肌肤状态 去选择合适的产品 清洁是保养的第一步 做好清洁事半功倍 嗯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